你好欢迎收看4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欢迎县府1号下午召开疫情记者会 就目前花莲县确诊者为3位 匡列者也正在进行核酸检验 而此季医院也要求医护人员放假之后 回到医院后必须进行核酸检验 花莲此季医院今天新增确诊者为案23629 男性27岁护理师 案23628男性41岁小儿科医师 案23649男性57岁小儿科医师 案23740的九大五小 由花莲旅行团的足迹也遍及热门景点 而花莲县政府卫生局长朱家翔 以及此季医院医务秘书李毅 也针对今天的医调进行相关的说明 事件是这样的发生的 在3月27号下午的时间 这个23740外县市两岁多的孩子 他发高烧产生热筋卵 然后紧急送到我们实际医院的急诊室 那儿科医生跟护理人员就紧急为这个患 个案做抢救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中 那我们的个案23529 以及我们的个案23629跟23649 都相对的在同时处理的个案 之后呢23628也来一起协助 处理这个23740的个案 那处理完之后呢 那我们的医师 这是我们的23628跟23649 也有去跟他们的父亲母亲做了病情的解释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那他这四个人因为接触到23740 所以呢 后来就被染疫 因为这两位医师都是小孩科医师 基本上对于其他的科别的影响很大 而且我们现在确定的是其他的科技医院 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在这急诊里面 有14位同仁 我们进行了 这个有一些是居家合理 有一些是自我健康管理 所以当然对急诊的运作 的人力会产生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昨天的紧急的这个防疫会议 以及请护理部跟医务部 那么不必要能够在这个假期的期间 能够让急诊持续的运作 而且要支援 我必须要说 我很感动这些医生的那种部品 他们马上就说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我想各位相信这个有感情 我们的急诊持续的运作 对于这个急重症急救车祸重大的这个疾病 我们仍然是可以应付过来 在连续假期期间 县政府也会在花莲火车站前进行免费接种 而至于花莲此际医院 医护人员的确诊案是否为院内感染 此际医院医务秘书李毅表示 因为感染源是由新北市三重区 来到花莲旅游团体的其中一员 案23740 所以还不算是院内感染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